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6月14號 今天也有跟大家看過《移民花生》 是之前也有看過的一個異英港人的頻道 三民估計是三四十歲左右的夫妻或者情侶的一條頻道 因為他們是不出鏡的 批走了自己的樣子 近日出了一條影片 說我們經常都會說網上的世界報喜不報憂 但是男主持就說 我做一些資料搜查或者網上調查的時候 發現不少的香港人都在掙扎著 他們來英國生活 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甚至是他們的心情 情緒都會受到影響 女主持就表示 她當初來英國的第一年 可以說是每一秒都在掙扎著 那掙扎些什麼呢 女主持主要是說 你未適應的時候 就會回想過去 意思是不算是 覺得香港以前的生活是好一點 這樣回想過去 他們就說到這個世界發生太多事情 有些時候 某些負面個案會有很多人關注 但是事件過後 大家又如常生活 主持就希望大家多點關注一些身邊的香港朋友 幫得到就幫一下別人 還說到大家生活已經很辛苦 我們都明白大家上網看東西 當然是想看一些開心點的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可能真的會看一些 叫做不是太正面的東西 看看香港人到底在掙扎著什麼 男主持就表示 今天主要是講一個調查報告 訪問了接近一千個香港人 看看調查報告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看香港人 在英國生活成怎樣 報告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發現原來有三成香港人 覺得起英國的生活是處於一個很猶疑很掙扎的狀態 是對什麼猶疑什麼掙扎呢? 對生活上的一些未知 對生活模式的改變 來到當地有新的遊戲規則 細節到出街買菜 以及面對各項開支 這些東西都會有猶疑有掙扎 女主持就表示 人往往起困難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懷疑自己 質疑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天性來的 男主持就說 我們都明白 但是三成人真是不低的比例 所以網絡上的世界好像講到英國的生活那麼開心 日日煮好西食 日日出街shopping 不是的 這個調查報告 有最少三成人就抱著負面悲觀的情緒 女主持都慨嘆 覺得三成已經算是少 男主持就表示 另一邊 超過五成人 就覺得需要有人幫助他們 包括認識英國 社會 政治 經濟等等系統 以及本地文化 生活方式 他們需要別人的協助去融入英國社會 女主持還說到 我都覺得是的 如果能夠多一點這些援助支持 會更加好 因為我們來到這邊的時候 全部都是靠自己的 感覺不到有些什麼人幫過自己 男主持就說到 對於這一點 我真的有點灰心 看到有些香港人來到英國 成立了一些組織 拿著一些英國政府的資金資源 坦白說 可能真的太少資源 有一種要靠自己 要自己落手DIY 什麼都要自己一手包辦的感覺 生活模式 說到融入生活這個話題 相信超過一半香港人 都是一堆黑人問號的 到底可以怎樣融入 如果能夠有一些香港人組織 做多些宣傳 或者是講座 或者是直接對一些家庭人士的實際幫助 可能會好少少的 之後再下一個重點 報告就有說到 接近五成的香港人 認為自己融入當地社區有困難 他們是極需要協助的 特別是在找工 以及提升英文水平這兩方面 他們是需要人幫忙的 呂主持就表示 到現在有時都會聽到 不少香港人說 很難找工 他覺得 特別是找工這方面的需求特別大 男主持就講到 這方面我可能比較離地 我都有講過 我找工比較順利 但是見到數據 接近五成人 擔心他們的找工和英文的情況 都明白他們的感受的 坦白說 直到這一刻為止 我 即是男主持 即是我現在出街吃飯 都仍在用Disk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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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指那些要吃什麼 工作上要用英文溝通的時候 都是特別擔心的 想想 如果英文水平比我更差的人 他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困難難題的話 又要用英文溝通 去找一些解決方法 對他們來說 絕對有一個障礙 女主持還說 特別是一些年紀大些的朋友 過到來 可能要看醫生 有一些專業名詞 這些都是要即時溝通的 還有一些人可能帶著貓狗動物過來 來到之後 他們病了 要看醫生 這些時候 又是一些專業名詞 這種溝通情況 很複雜的 不是一時三刻 能夠突飛猛進的 男主持還說 還有 自己病了去看醫生 有時都不懂得怎樣表達自己 有什麼不舒服的 還要雖在那時候 你已經不舒服了 還要去想 怎樣去表達自己 然後 醫生又會用一些專業名詞跟你說話 男主持就蓋炭 這種情況 我都是放空了 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再下一個重點 報告就說到 有三成香港人 不習慣英國當地的生活 女主持就表示 她自己已經有些習慣了 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較平淡的生活 其實暗示就沒什麼玩 男主持就表示 坦白說 我還沒很習慣英國的冬天 天氣對男主持來說 是最難習慣的東西 不論是這裡的天氣 冷又乾燥 但同樣是這裡 有時又可以下很多雨 我女生都蓋炭說到 這個冬天 似乎是永遠都習慣不到的 男主持還坦然 英國還有很多的生活細節 包括飲食方面 都未習慣到的 再下一點 就是有18.5%的香港人 會擔心自己的日常開支 會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 女主持就表示 不出奇 其實現在英國本地的local人 都起到怨聲再度 如果你帶不夠錢來的香港人 過到來 找工方面又有擔憂 銀行的錢 看著它 慢慢乾糖 肯定是很大壓力的 男主持就表示 特別是第一年 要預繳一年租金 初到英國又要買各種生活用品 汽車 家電 日常用品這些 另一方面 你剛剛到步又不熟悉英國的物價 這個時候 錢真的好像賭水那樣賭 所以男主持就提醒 想過來的人 如果你在找工方面 或者財政方面 都是比較擔心的人 你就真的要做多些準備 簡單來說 叫人家儲多些錢才過去 過去的貢獻給人 以及也提醒 你要想想你自己心理上 能不能夠承擔這個壓力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正正下一個重點 就是有報告說到 有23.8%的香港人 是有創傷後遺症的症狀 即是俗稱的PTSD 有19%的人 是有抑鬱症的症狀 抑鬱症可能在想事的時候 是極之容易出現悲觀情緒 甚至他們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沒甚麼希望 還有25.8%的香港人 有出現焦慮症的症狀 我女生補充說一句 那些錢不斷倒水那樣 那當然是焦慮啦 那個報告內容大概就看到這裡 影片最後他們呼籲那些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有能力的話 即是錢啦 就盡量幫一下身邊的其他香港人 也都說到有時候 可能出現一些負面例子 大家都會放大來看 他就說大家不要覺得一些香港人幫香港人 就是想過來找你笨 這種情況是非常之不好的 這樣說 影片內容大概就來到這裡 Simon先說一下自己的評論幾句 這個頻道這條影片 他就沒有特別說起 說他引用的是哪一段的調查報告 但是我見他最後所說的 那些心理精神病還是心理病 那些那些 那些數據呢 是符合之前 那個 英國 港橋協會 和建橋大學那些人 搞出來的調查報告的 但是當然他 上面還有一堆的人 過得開心不開心啊 想找工作啊 想學英文啊 那些情況 但是我就告訴大家 他就沒有明確說是哪一個調查報告 但是我留意他就應該 擺明是黃的了 都黑黑的了 應該就不是說謊的 應該真的存在這個調查報告的這樣 另一方面呢 就是 顧之前我認為這條影片 其實是一個很爆的地方 就是自己那些手足都認為 喂 香港人 過到去英國 成立了一些組織 拿著英國政府的分析 那就是有資金有資源給他們 但是呢 作為平民的他們 就不覺得這些組織 有什麼幫助到香港人 就是相當之無奈的 那麼 也都Simon 叫做 說兩句 之前有一個個案 某個年輕女兒 90後 高才生 在英國 就過得不好 找不到吃 最終走上絕路 就自殺過了生 那宗消息其實都很爆炸 當時我也有說過 其實那些什麼組織呢 就幫不幫人是一件事 那些手足之間的輿論情況呢 會不會是不讓你們 說這些不開心的說話呢 又是另一件事 是吧 再多加兩句 你們正正你自己說 這些香港人 過到去英國成立這些 拿英國資源的組織 前陣子 前陣子 都出過一段影片 周小龍大概 好像說自己被人批鬥 總之跟那些手足 吵架 這樣 當中 那件事件裡面 就有一個 擺明是手足的記者 在英國那裏出文章 跟周小龍在吵架 當中就有說到 那些手足組織 我認為根本就是這些 所謂香港人 過到去成立的組織 在英國 明爭暗鬥 出現這種 欠人欠資源的情況 更加出現 批鬥抹黑追擊的情況 你們自己記者 自己出的東西 那你想一下 他們呢 是在搶資源 哪裏有空 拿完資源出來 幫你們 是不是 另一方面 對於這條影片 有些觀眾 在下面留言 講到 我朋友一家四口 來了英國已經半年 是兩夫妻 再加兩個七歲到十歲的小朋友 他就是未是很適應 他有車牌的 但是又未買車 又沒有出去找工作 日日好像沒有什麼目標 這一種人 其實有點像 Simon之前有條影片 有些手足說起 加拿大那邊 就是有這些人 過到去 沒什麼目標 沒什麼目的 天天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還講到 又覺得很孤單無助 生活就只是家 小朋友 和家附近的公園 和超市 但是 他經濟就沒有什麼壓力 即是應該家 上一代給到一塊東西 那些 但是 沒有經濟壓力 就不代表沒有生活壓力 始終那邊沒有親戚 沒有朋友 多數見到的都是鄰居 和子女的同學 家長 都是普通寒圈兩句 不要說什麼傾心事 深入交流 連吃飯都不會一起吃 都是一些 hi by friend 那樣 但是 正如樓主所說 覺得他有抑鬱症 和焦慮症 因為他想事 是有點灰 和沒有什麼目標 又很想回香港 那 還講到 我都有跟他說 密忘初心 你想一下 你去英國 為什麼 他子女 很適應英國生活 和讀書 現在 叫小朋友回香港 是很殘忍的 我叫他 怎麼都捱到五加一 子女上大學 才好回香港 不過 我朋友 是在澳洲讀過書 他都考慮轉去澳洲 因為食物和天氣 澳洲就好太多了 他和他老婆 就不是很適合吃英國的東西 再加上 英國天氣 真是很不喜歡 第二 又冷 又下雨 又大風 又快天黑 真是幾樂觀的人 都未必適應到的 另一方面 亦都有網友 就講到 英國的工廠工 其實都不是那麼好做的 我覺得 比香港倉務更加嚴格 香港 他是不會說 特地找個恩 無時無刻 檢視你工作 變相 你做事的時候 可以自己走位 但是 英國工廠工 做事 就完完全全是做事 是不會有空間走位的 好大壓迫感 這位網友之後 還補充講到 如果找到 本地人民職工 或者本地人的工作 應該會好很多的 應該會好客 真正的 work line balance 但是 做那些 非本地人的工作 我就覺得 比起香港 做倉務員更辛苦 因為無得走位 無時無刻 都確實理 大家 側側薄 都不行 好像軍訓 那樣 我在香港 和英國 都是做倉 有資格 講一下我的感受 這一點 英國工廠工 原來 這麼嚴格 好聽些 就叫做這麼嚴格 我都是現在才知道 如果對比起香港 又是基層 過到去 又是比較基層的工作 似乎 香港 更舒服 如果這麼說 另外 亦都有網友 就講到 他應該是講起 網絡輿論情況 報喜不報憂的 這些移民資訊 他就表示 幸存者偏差 那些生活得好的人 他們就拍片 跟你講 但是生活得辛苦的人 哪有空拍片 告訴你 亦都不會說 想周圍告訴別人 他生活得很辛苦 而且你說出來 還要承受 被人批鬥 暢衰移民的壓力 Simon 亦都認同 這位觀眾所說 確實 生活得辛苦的人 拍片 應該是比例 比較少 生活得開心的人 拍片的比例 應該比較多 但是 另一方面 就是 又要想 拍片 辛苦的人 拍片 又要被你們罵 Simon 就舉一個例子 你說 近期 前一陣子的真生活 又好 又或者 小智 我覺得更加能夠代表 真生活 比較特別 他也特別 不多說 小智 就真的是一個因 移民過去 然後 你說他沒那麼成熟 能力差一點 這樣也好 說一下 在那邊不開心 嘩 頂啊 給你們幾十萬view的移民KOL 插到他 真是屁股開花 這個就是經典例子 柳三民在這裏 不是說踩小智的事件過去 我就這樣說 小智不自殺 就真的是 小智頂得住 90後 那位高才生 如果是小智那個位 自殺多兩次 對不對 這件事是幾恐怖 這件事是何等冷血 但是柳三民也都這樣提一提 一般情況下 我是認同的 生活辛苦的人 就會 就不太喜歡拍片 生活得開心的人 喜歡拍多些片 造就了一定程度的 這個報喜不報憂 但是 我就想翻一點點 舊帳 我們最主要講的報喜不報憂 應該大概發生起 兩三年前 其實就是第一班 移民KOL過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一剛剛到步 一樣是遇到一堆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那一刻 他們就報喜不報憂 去到近這半年了 很明顯 其實那個 講的說話都在轉變了 你們討論區各樣的事情 慢慢都有轉變 是明白的 原來香港有些優點 過到去有些事情頂不住 等等 那些缺點就說得了 啊 那些移民KOL又說得了 那為什麼兩三年前你不說呢 那這就要想了 所以兩三年前是發生過一段時間 那些人的流量是非常誇張的 報喜不報憂 過一度是誤導了一班人 這個位置是以誠事實來的 和後面的人是兩件事來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 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